同学们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的课程,第六阶段的第一节课 那么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呢,也就是前面四节课的视频 我们跟大家详细介绍了支持下滥机 也就是英文叫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的算法以及应用 那从本节课开始呢,我们就将开始给同学们介绍 Machine的领中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算法 叫做神经网络算法,Neural Network 这个算法呢,也是作为我们这节课 这一门系列课整个深度学习课程的一个核心算法 因为深度学习之后,它就是根据神经网络算法 Neural Network作为一个延伸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完全掌握这门神经网络算法 是怎么来工作的 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理解之后所要讲的深度学习 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好,那我们的公换呢 这节课呢,我们还是因为这节课内容比较复杂 而且非常重要 所以呢,我们分为四个小的视频 跟之前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一样 我们将利用两节课给大家介绍 算法理论方面的知识 并且另外两节课通过编程的实际例子 给大家来介绍如何使用Python 来实现神经网络算法中的一些功能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大纲 首先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神经网络算法的背景 神经网络算法它的来源是以人脑中的神经网络为启发的 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很多版本 那么最著名的算法呢 也就是我们现在也比较常用的这个叫做Backpropagation的算法 是1980年提出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一种重要的神经网络 它的名字叫多层向前神经网络 英文叫做Multi-Layer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重要算法 叫做Backpropagation 就是被使用在这个多层向前的神经网络上面 好,那什么是多层向前神经网络呢 也就是说所谓的Multi-Layer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呢 我们可以看底下这个示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Network呢 它有三个层,三种Layer 也就是层来组成 第一种呢叫输入层 什么叫输入层呢 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看到的这第一层 叫Input Layer 它就是输入层 因为数据是从这里开始输入的 所以这一层叫输入层 非常容易理解 那么第二层 不能说是第二层 就是N层叫隐藏层 也就是说 所有在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的这些层 都叫做Hidden Layer 隐藏层 那么最上面这层Layer叫做输出层 也就叫做Output Layers 那么在这个图中我们看到 这个我们只有一个Hidden Layer 一层叫做隐藏层 但是广泛的来讲呢 Nural Network它可以有N层 有任何一个级别的这个数量的隐藏层 好 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 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结构中有哪些概念 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 我们看到每一层它是由一些单元组成的 什么叫单元呢 就是同学们现在看到这个小圈圈 每个小圈圈就是一个单元 比如说我们的输入层有几个单元呢 有四个单元对吧 从这里来看的话 当然我们中间省略了很多 可能有N个单元 所以呢 每层由单元组成 我们看到这个Hidden Layer 就是这个隐藏层也有N个单元组成 包括我们的这个输出层 Output Layer 也有N个单元组成 所以Mural Network的结构是 输出层只有一层 输入层只有一层 但是中间的隐藏层 也就是所谓的Hidden Layers 可以有N层任意一个数量的层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些具体的概念 也就是说输入层是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我们所用的这个Data 也就是数据集 它是被输入到输入层里面 从这开始进行计算 也就是说 我们要通过一层传递的顺序 来算出一些输出层的值 那么输入层呢 就是说 我们是由训练集的特征实力向量 来传入的 好 那么经过连接点的权重 这里给同学们介绍一下权重的概念 什么叫权重 我们看到每两个单元之间有一条线 对不对 那这是它连接它们之间的一个线 那么每一个连接 也就是这条线的话 它就有一个权重 我们这里用W来表示 WiJ 也就是说 这两个点是单元之间的权重是多少 也就是说我们用原始的数据集其中的一个特征实力 先把它附到输入层中的每一个单元中 然后呢 我们利用这个W 也就是权重和它对应的这个输入层的这个单元相乘 然后把成绩加起来 通过这些weight 也就是权重来产生 我们要下一层 也就是说这个隐藏层中的值 也就是说经过连接点的权重传入下一层 每一层的输入是每一层的输出是下一层的输入 简单说 比如说第一层是input layer 对吧 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输入层 那么经过我们刚才说的一系列计算 我们之后将跟同学们详细解释这个计算过程 但是经过这一系列计算 它有一个输出 那么这个输出呢 就作为下一层的输入 这个可以理解对吧 就是说比如下一层 他们又经过一系列计算 又有一个输出 那么这个输出呢 就作为第三层的输入 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 那我们刚才也说了 就是说隐藏层的个数可以是任意的 那输入层和输出层都各只有一层 然后每个单元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unit 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神经节点 那同学们可能说 为什么叫做神经节点呢 这是根据 还记得我们刚才说到 这个计算机中的这个人工的神经网络算法 它是根据人脑神经学的人脑中的这个结构 作为启发来发明出来的 所以呢 根据生物学的来源定义 也可以叫做一个神经节点 这么一个单元 所以我们可以叫做单元 也可以叫做神经节点 或者英文可以叫做unit 这样一个概念 好 那么我们这个神经网络有几层呢 它就两层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这明明不是三层吗 输入层对不对 这隐藏层输出层明明是三层 你怎么说两层呢 是因为通常我们不计算 不把输入层算在内 因为输入层的话 是我们用来索取这个数据集的 所以呢 我们除去它 我们有两层 好 那我们具体这个unit 它怎么工作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说一层中的加权求和 也就是说我们有xcxrxn这么多值 我们把数据中的一个实例 它刚好是n维的 我们通常建立的输入层和实例的维度是相符 所以x1复到这个单元里面 也就是单元1的值 它就是我们输入的这个特征向量的其中的一个值 一个维度的值 那么对应起来 就是说我们把一个实例输入在这个输入层中 然后呢 我们对于每一个值 跟它乘以对应的权重 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wig wej wrg w3g 一直到这么多 然后对应相乘之后呢 我们这n的成绩相加 我们求出来 这个和 在这个求和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步 不要忘了 这个和 其实并不是我们的输出 在求和之后呢 我们还要在上面做一个 非线性的方程转化输出 那什么样的方程来 来给它进行转化呢 我们待会儿可以谈到细节 我们现在就知道 我们需要每一层进行加全求和 然后再给它进行一个非线性转化 就会算出下一层的结果 好 那么作为多层神经网络呢 从理论上来讲的话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理论 就是说因为我们给它加全求和之后的那个方程是非线性的 所以说理论上来讲的话 如果有足够多的这个hidden layers 也就是隐藏层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network 这个神经网络可以模拟出任何方程 任何数据上的方程都可以模拟出来 所以同学们可以想到这个neural network有多么强大 就是说有两个条件 如果说理论上来讲 我们的隐藏层足够多 而且我们的训练级足够大的话 我们可以模拟出任何方程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 当时在90年的时候呢 这个算法被人提 就是被人应用 但是大家觉得它功能不是很强大 那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计算能力有限 而且数据级不是很大 所以neural network被大家认为 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算法 当时站在这个巅峰的是SVM 也就是support vacuum machine 我们之前四节课给大家介绍的一个算法 但是今天呢 十几年之后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 这个computing power 也就是说这个计算能力的大大增强 以及数据级大大的增大 所以今天呢 以这个neural network为前身 就延伸出了这个新的领域 叫做deep learning 也就是这个深度学习 那么我们看到这句话其实正是验证了今天这个道理 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深度学习 那么能够足够强大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计算能力增强的情况下 我们显著增加了这个hidden layer 隐藏层的个数 所以能模拟出很多很多方程 好 这个我们之后 这个课程系列的下一节 整个的课程会大家详细介绍深度学习的各种算法 这个机器学习作为深度学习的基础 我们跟大家就刚好把这个连接的地方提一下 因为neural network是深度学习中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好 那我们来接着讲 那同学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 这个设计神经网络的话 那我们怎么设计它的结构呢 对吧 什么叫设计它的结构 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建多少个层 因为我刚才说我们这个隐藏层很有n个 那我们到底要定几层呢 对不对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每一层到底要设多少个单元呢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只要把每一层的单元数定出来 而且有多少层都定出来的话 才能说我们这个神经网络的结构基本设计出来了 好 那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说神经使用神经网络训练数据之前 必须要确定神经网络的层数 以及每层的单元个数 好 那首先有一点 就是在特征向量被传入输入层时 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每一个特征实例 比如说XNV的 把它传入到输入层 这时候呢 我们通常先要做一个标准化的过程 也就是叫Normalizat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的值不管是多大 我们通常要把它Normalize 标准化 转化到零一之间 这个的目的是为了加速这个学习的过程 因为值比较小 标准化 都标准化到零一之间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说一下它的范围 就是说我们这个变量的类型 是不是可以是离散型的 还是说必须它是连续型变量的 比如说什么叫离散型变量 就是说只能是 比如说一个值 它是只能是13579 那这是离散型变量 对吧 那什么是连续型变量呢 比如说一个 一个某个衡量的长度 某个物体的它的长度 那它可以是任意长 所以说这个神经网络的强大 就是说它既支持这个离散型变量 也支持连续型变量 那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连续型变量呢 它可以被编码成 每一个输入单元对应的一个特征值 可能负的值 这句话可能在抽象 我们来解释一下 就是说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特征值 有一个特征值 A 大家注意啊 这个不是特征向量 是特征值 特征向量是多个特征值组成的一个向量 特征值A 它可能取三个值 比如说A0 A1和A2 对吧 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笔的颜色 可以是红黄蓝 对不对 那A0就是红 A1就是黄 A2就是蓝 对不对 可以用三个输入单元来表示 所以我们就建立三个输入单元 就来用来表示这一个A的取值 比如说我们有XXX3来表示 那当这个A 刚才我说的这个A 笔的颜色等于 比如说红的时候 等于A0 那我们就让第一个单元等于1 剩下等于0就完了 那如果这个笔 它是一个 我刚才说红黄蓝 对吧 所以说它是黄色的话 那黄色对应的就是 这个值对应的是第二个单元 那我们就是X2等于1 X1和X3都等于0 所以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就可以把这种离散型的变量 也可以编码成 对应的特征值 可负的值 就可以加入到这个 神经网络的输入层里面来进行运算 好 那么还有同学可能有问题说 那神经网络 它到底是只能解决 我们之前讲的分类问题 就是classification 我们把一个东西要分成N类 还是说它也可以解决回归问题 同学们还记得什么叫回归问题 我再解释一下 就是说分类问题 就是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有一大量的计算机的数据 我现在要通过计算机的一些特性 来预测 它到底是哪种计算机 它是ThinkPad 还是说它是一个HP 还是一个Mac 对吧 它有N类 你要分台 这是分类问题 什么叫解决回归问题呢 回归问题就是regression 它和分类问题的最大区别 就是说 回归问题 它的这个 要预测的这个值 它是一个 不是归类的一个离散型变量 它是连续型变量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预测这个纽约市的房价 那么我们根据它这个房子间的大小和它房间的位置 这两个特征值来预测它的房价 房价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一个连续型变量 对吧 你可以是100万 也可以是100万01美元 所以这类问题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regression 回归问题 所以就是说 神经网络它既可以来解决这个classification problem 分类问题 也可以来解决回归问题 regression problem 好 那么对于分类问题 因为我们这里要重点来讨论一下分类问题 因为这个神经网络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用来解决这个分类问题 就是说如果是两类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输出单元表示 它有一个title 就是说我们输出单元 是我们要和它分的类型来进行对应 所以呢 如果是只有两类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输出单元表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假如说只分一个东西 它是黑是白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输出单元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输出单元可以复制为1和0 那0就对应黑 1对应白 这样就是一类 好 那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说是 假如说那有多个类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多少个单元呢 也很简单 就是说 如果我们多有两类的话呢 每一个类用一个输出单元表示就可以了 有一个typo 有一个小错误 修改一下 就是说 每一个类别用一个输出单元表示 那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 有一个经典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手写一个单元的字 手写字母 阿拉伯数字1到0到9 有10个数字 我们想用资讯机来辨别它是哪一个数字 是0123456789 这是多少类 从0到9 10类对吧 那么如果有10类的话呢 我们就把输出这层设10个单元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类的类别它大于2的话呢 那我们就用每一个单元代表一个类 有几个单元就几个类 我们现在有10个单元就有10个类 我们就设置10个单元就好了 好的 这里是这个神经网络的基本的一个 一个运算 一个设置 好 那么同学们可能有个疑问说 现在这个对于这个输入层和输出层 我们比较了解了 那刚才我们也讲了 就是说 这个隐藏层呢 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 就是我们来怎么设置呢 它到底有多少个隐藏层比较合适呢 这个答案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 就是说 我们要根据实验测试和误差 以及准确度来慢慢改进 就比如说我们先任意试设 两个隐藏层 根据实验和误差 以及测出来的这个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就是分类的准确性 我们来决定增加层还是减少层 是这样一个逐渐改进的过程 好 那同学们可能会说 我们怎么来计算准确度呢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一种方法 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组数据 你把它分成训练级和测试级 那么训练级就是你用来 训练产生的这个模型的这个数据 把它叫做训练级 还有一部分叫测试级 测试级就是说 我训练好这个模型了 然后把新的这个实例 它的特征输入进去 让它预测出来是哪一类 然后在测试级上 我看有多少 多少类 就是每一个实例 多少个预测对了 多少个预测错了 跟真实的那个class label 也就是它的标签来比较 那这是最简单一种方法 我们叫single explanation 也就是简单讲 就是一组数据 我们分成两部分了 一部分用来训练 一部分用来测试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但是在machine learning 也就是机器学习的这个学科内呢 有一种非常常用 并且更加科学的方法 它叫做cross validation 来算这个准确度 比刚才那个设置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这个方法非常常用 所以我们在这里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cross validation 中文叫做交叉验证方法 那什么意思呢 我来解释一下 其实也不难理解 就是说大家还记得 我们刚才说这个single explanation 是把data分成几份 两份对吧 一份训练一份测试 那这个cross validation 是这样一个意思 就是说它有一个数据 我不一定分成两份 我可能分成n份 比如说分成十份 分成十份以后呢 我第一次 我用第一份来进行这个 当做这个测试集 用剩余的九份来当做训练 然后我可以算出来一个准确度 对吧 我用我要训练好的模型 classifier来做评估 然后我们可以算出来一个accuracy 就是准确度 那么第二次 大家记得第一次我们是用 哪一份来作为测试了 第一份对吧 剩下九份 我都作为训练用 那我第二次 我用把第二份拿出来 我第二份拿出来 我说我用它作为测试集 然后我把第一份 以及三到十 剩下的九份作为训练集 我重复同样的过程 我还是来用我的classifier分类器 然后我来算它这个准确度是多少 那第三次怎么样 大家可能已经猜出来了 对吧 我就把第三份拿出来 第三份拿出来当做测试集 然后剩下九份是训练集 这时候我还可以算出来准确度 那一共我这个设计做几次呢 十次对吧 就是我每次把其中的一个东西 一份十分之一的这个数据 拿出来作为测试集 剩下九份当做训练集 那么这样呢 我就得到了多少个准确性 准确度 十个对不对 然后很简单 我把这个十个来求一个average平均值就好了 这样的话它是更科学一种方法 因为我把数据 当我举了个例子 就说这个十是一个特例 我们分成多少份的话 它是可以变化的 可以变成k份 所以我们把这个算法叫做 这种验证方法叫做kfold cross validation 也就是说一个数据可以分为k份 然后每次用其中一份作为测试集 剩下的k减一份作为训练集 这样的话我们得出最终这个平均的accuracy 是一个overall的accuracy 就是总体的accuracy 它是比较准确的一种方法 所以我们刚才说 我们有的时候想要知道设置多少层隐藏层比较合适 我们说用准确度来判断 那这个准确度算的时候呢 最好是用这种比较科学的这个交叉验证方法 也就是所谓的cross validation来判断 好 希望通过以上的介绍 大家对这个神经网络的算法有个基本的了解 并且对也理解了这个怎么来计算 这个通过cross validation来计算这个准确度 accuracy 好 下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核心算法 就是这个back propagation 大家明白一个区分点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neural network 它是一种网络结构 那我们现在提的这个back propagation 它是一种算法 它这个算法是用在这个神经网络结构上面的 对吧 好 那么这个back propagation怎么来 怎么来work 怎么来工作呢 我们跟大家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算法 就是说 第一 它是通过迭代性的来处理训练其中的实力 也就是我们要一波一波的 把实力来 就是味道这个神经网络算法里面 来处理的 这是一个高层理解 我们下面会举具体的例子给大家讲解 第二呢 就是说通过对比神经网络输入层的预测值 与真实之间的差距 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大概解释一下 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神经网络 就是说 比如这个神经网络吧 简单说就是说 我们有训练数据 对吧 每一个实力进来以后 我们把它值先附到这个输入层里面 然后呢 根据一系列 就是比如刚才说的这个加权求和 以及非线性转化之后 我们算算下一层的值 那么下一层的值呢 我们根据把它当作这个输入 再往后面继续传递 就是说 还是根据同样的一套规则 根据这个加权的求和和非线性转化 又可以算出来下一层的这个单元的值 那么直到最后 我们可以算出来输出层的值 输出层的值 其实就是我们预测的这个 这个目标 class label 就是它目标标签的值 那么这个值是我们预测出来的 当然我们如果是训练的话 我们其实知道它的真实值是多少 那这两个一比较的话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一个误差 通过这个误差 我们再往回走 就刚才我们是正向了 从输入到输出 算出来一个最终的预测值 那么通过这个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 这个误差 我们有一系列法则 又把它往回推 就是说根据这个误差来推回去 我们这些权重 还有一个东西叫偏向 偏向指的是 每一个node 每一个单元 它都有一个跟它associate 在一起的一个值叫偏向 就是这个偏向和这个权重 是我们要最后学习出来的两个概念 所以就是说 我们根据预测出来的值和这个真实值呢 我们有一个误差 这个误差我们往回走 有一套更新法则 就可以逐渐的往回更新 每一个单元格上的这个偏向 也叫bias 和它们这个两个格之间的这个权重 weight 然后这就完成了一个轮 对不对 就是我们用一组数据进来 完成了一轮这个更新 先往前再往回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用第二组实例 就是说 第二组数据进来以后 从x到x n 再这样更新 所以直到所有的例子都用完以后 我们得到一个最终的 每一条线上的这个权重 和每一个点上 它所对应的一个偏向 bias 这个训练就完成了 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 所以就是在这个里面 我们再看一下 对比神经网络和输出层的预测值 和真实之间的这个差 然后能反方向更新 也就是说 从输出层到隐藏层 这条输出层 我们的目的是要最小化这个误差 来更新每个连接的权重 后面还有一个偏向bias 好 那么我们现在详细介绍一下算法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算法的输入有几个东西 第一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数据集 对吧 有一个训练集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学习率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算的时候呢 有要给我们更新的这个法则上要成一个 有一个成数 这个东西呢 叫学习率 英文叫learning weight 我们就简单把它理解成一个参数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多层向前的神经网络 也就是这个feed forward multi layer neural network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好 我们有三个东西作为输入 那么输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训练好的一个神经网络 那你可能会问 什么叫训练好的神经网络呢 训练好的和没训练好的神经网络 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说训练好的神经网络 就是说 它已经把这个权重 全部更新好了 达到一个非常优化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 我们最后可以把真实值和预测值之间的差 最小化 就是说 等于说 你可以理解为 训练好的神经网络 它有一个得到了一个最终的权重 每条线上都有一个比较好的权重 和一个 每个点上都有一个bias 一个偏向 好 那好 我们现在具体看一下 来怎么训练 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训练实力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人脸识别 有100个人 每一个人 他的这个脸 脸部特征可以提出来 提出来一个特征值 把它 feed in 也就是说 味道这个 神经网络的输入层中 然后我们做一下这些步骤 就对每一个实力 我们都做一下步骤 首先由输入层传入 是吧 传入到这个输入层 然后呢 向前传送 怎么传送呢 好 同学们还记得 我们刚才说了怎么传送 就是说 我们通过输入层要 对应乘以这些权重 然后再加上 一个 然后给它们求和 之后呢 这个值 再进行一个 非线性的转化 得到输出 也就是下一层的输入 对吧 那你可能会问说 这个权重开始是多少 我怎么知道呢 你的目的是说 最后我要训练出来一个权重 那开始它到底定多少必要 合适呢 很简单 我们可以 randomly 就是随机的先给一些权重 就可以 它一个学习的过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说 我们看到这个方程呢 就表示我们这个更新的过程 也就是说 我们仔细理解一下 这个方程其实并不是很难理解 就是说 我们有这个每一层 对吧 我们这个I 指的就是说 在某一层上 它这个单元的值是多少 比如说这个格 然后呢 就是说大家看到 这个W就是我们对应的这个weight 是吧 就是这连线上的这个权重 这个O呢 就是说 它之前的这层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单元值是多少 那对于输入层来讲的话 它就是开始你输的这个实例中的这个特征点的值 那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前面这部分 其实就是一个 对应成绩 然后求和就完了 就是说 比如说X1乘以这个W1J X2乘以W2J X3乘以W3J 全部加起来 然后呢 还要加上一个偏向 就是说 这每一层都有一个偏向 那我就说 把对应成绩加起来之后 再加一个偏向 就得到下一层的这个 某一个单元格的 它的这个值 这是第一步 好 第一步之后呢 我们说 我们刚才不是提了多次 说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一个 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说 非线性的一个转化 那怎么转化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例子 可能这个图可能更清晰一些 就是说 好 我们某一层有一些inputs 是吧 就是说 有一些每个单元格都有个值 有个数值 好 那么每一条连线 不是都有一个权柱吗 都有weight 那很简单 就是说 Y1乘以这个W1J 加上Y2乘以W2J 加上YN乘以WNJ 然后呢 这不是就加全求和了 求和之后 然后再加上一个 这个就是求和的过程 求和之后呢 我们再加上一个bias 就是说对于下一层的任何一个点 它都有一个bias 就是一个单格的一个数值 那加上之后呢 你得到一个值 对不对 这个值呢 你还要apply一个 就是说非线性转化 这个F function 那好 这F function还有一个名字 叫activation function 就可以理解成一个激活方程之类的 那我们提了这么久 那这个F function 到底长什么样呢 是吧 我们老是说非线性转化 你到底什么样的方程呢 它其实是一个叫sigmoid function 就是说这样一个方程 就是说 我们下一层的值 是由这样的方程来决定的 就是1除以 分子是1 分母是1加上E的 自然底数的 负I这次方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的值 作为这个 me 就是这个exponential的这个值 把它带入这个方程 算出来 就是下一步 就是这步的输出 也就是作为下一个 这个单元的输入了 也就是这样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方程的结构 是一个非线性的 对吧 所以它就是一个 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明白了 这个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说 任何一个前面一层 我们怎么根据这些weight 和它的bias 也就是说 它的权重和偏向 还有这个非线性方程 来算到 来算出下一层的 每一个点的值 好 这个理解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了第一步 就是说 我们通过任何一个 神经网络 每一个值 只要有一个输入之后 我们就可以依次通过这个方法来推 算出来下一层的值 对不对 再算出来下一层的 一直算到这个输出 我们输出就有值了 输出算出来之后呢 那么我们也知道 这个输出值 它的真正真实的 这个class label 也就是说叫target 目标或者说叫这组数据的实际的标记是多少 那么我们根据它们俩 我们就说正向这个步骤 我们知道怎么来算了 是吧 我们刚才说两部分 先往正的走 再往回走 那往回走的时候 我们怎么更新这个weight 就是这个权重 以及它的这个偏向 bias呢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步 怎么往回走 实际上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已经理解了一半这个算法 所以呢 我们反向 所以第二步就是说 我们根据误差 也叫arrow来反向传送 什么叫反向传送呢 就是说 我们要计算一个误差 我们 我们现在计好 我们现在到哪了 已经到输出层了 对吧 输出层 我们要针对输出层 算一个arrow 算一个误差 那这个误差怎么算呢 这就是它的公式 并不复杂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输出层的话呢 这个误差就相当于 它这一层 我们的预测值 也就是这个oj 是我们算出来的这个值 最后一层的值 那它本身还有一个真正的值 就它是真实的这个 这个标签是多少 它们两个相减 然后前面这些 就是它本身预测出来 就是预测出来的值 乘以以减去预测出来的值 再乘以这个差值就完 好 这就是输出层如何算 那输出层算出来之后呢 这个隐藏层 它的公式稍微不同 就是说 也是当前我要算的这层 它的这个 本身的这个 这个单元格对应的值 乘以一个 前面这层的误差 以及它所对应的这个权重 相乘的一个基 然后求和 然后再跟它们乘在一起 然后呢 根据这两个 所以根据这两个公式 我们把每一层 对吧 输出层只有一层 那隐藏层有N层 根据这两个公式 这是我们把每一层的每一个单元格 都可以算出来一个error 一个误差 然后下面我们别忘了我们的 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 就忘了从哪里出发 所以呢 我们这个权重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要更新这个权重 对不对 就是要更新这个weight和偏向 所以呢 我们算出来这些误差 是为了让它来更新权重的 那我们刚才说到 我们的更新的法则 就是我们要误差最小 所以这里是 其实是根据一个叫gradient descent 是一个t度爬行的方法 来算出来这个权重更新的法则 就是如何利用误差来更新权重 好 那么公式是这样的 这有给大家插一句话 就是这个gradient descent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假设有一个超平面吧 它是假设这样一个曲面 那么我们假设要找这个最低点是哪 其实要求一个极值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总体的误差最小化 那么我们怎么从这个平面中任何一点 来找到它这个最低点呢 我们可以想一个像一个蜗牛一样 它想爬 它怎么能确把它找到这个gradient descent 这个最低点呢 那么数学上我们知道 我们怎么求一个值的最小值或最大值 给它求积分对不对 然后它设它等于零 然后求出来它的更新法则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从物理的角度考虑 可以这样考虑 就是我们有一个曲面 我们有一个小球 我们怎么让这个球滚到这个最低点呢 你放下来 它自动就通过低心引力就滚 是吧 所以说我们对于任何一个点 我们求它的切线 也就是说它的gradient 或者叫这个 就是跟它求这个gradient derivative 就是然后对它呢 把这个公式设为零 然后求出来它的更新法则 其实这个权重更新的这个道理就从这儿来的 这是一个背后的一个原理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个错误之后 误差之后 我们如何来更新权重呢 就是这样一个公式 就是说每次更新的时候 有一个就这就是更新量 就是我们之前的量等于之前的量 加上一个更新量 那这个更新的量怎么来算呢 就是说大家注意到 这有一个L 这什么意思呢 之前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叫learning rate 学习比率 这个L指的就是learning rate 学习率 这个L呢 它是我们自己手工去设置的 就是它是0到1之间的一个值 你可以想象成就说 这个蜗牛它每一步子卖多大 它要从这个区面上某一点 然后爬到最低点 它每一步卖多大 对吧 步子卖的小和大各有优缺点 步子卖小了什么缺点 就走得慢对不对 你要找到最低点 走很久很久 蜗牛才能走到最低点 那步子大有什么坏处呢 步子大的话 你会不会一步跨过去了 就是说你前面还没到最低点 但是你突然跨了一步 跨过去最低点了 你就miss了这个global minimum 所以呢 这个learning rate比较重要 它是一个我们人工设置的一个参数 但是呢 比较优化的方法是说 我们开始步子卖大一点 对不对 我快到最低点的时候 我慢慢步子卖小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比较好的一种方法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逐渐变化的一个 设置一个比例 就是说我们这个L根据每一轮的训练 它是不断减小的 这是一种比较优化的方法 但是我们那个概念上的理解 就是说这个L就是learning rate 它其实就是一个变化率 就是一个学习率 好 那就是它作为第一个数 然后我们乘以什么呢 这个L 也就是说当前层的 这个L就是前一层 J就是前一层的这个误差 乘以当前层的值 那么这三个数乘起来 其实就是我们要更新的量 它的weight 那每一层我们都根据这个当前weight 加上这个更新量 就得到了更新后的值 这就是一个更新反则 那相似的是 我们也要更新这个偏向 不能光更新这个权重 那偏向其实它的公式更简单一些 就是说也是这个learning rate 学习比率 乘以这个当前值的这个error 就我们之前算出来的这个误差就好了 然后我们每一次更新 就是说之前的偏向 等于之前的偏向 加上这个更新的这一部分 好 那同学们可能会问说 我们不断地把这个训练级的数据 一个一个 喂到这个neural network里面 喂到这个视频网络里面 然后正着走一遍 算出来一个预测值 然后再返回来走一遍 更新了一遍 然后我们再为下一个数据进去 那么问题是 我们什么时候停止呢 对不对 难道我们要把所有数据用完吗 还说我们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就可以停止了 所以中止条件是什么 好 有这么三个条件 就说我们达到某一个的话 就可以中止 这是根据具体算法 呃 人工可以设置 就是说第一的话 就是如果权重的更新 低于某个 我们设置的这个threshold 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预值 如果低于这个预值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停止了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权重每次更新更新更新 就蜗牛啪啪啪啪啪 它回来被指示的这个要求说 每一步盘很小 那什么意思呢 这次就是说 我们已经基本上快找到那个最低点了 最小值了 就是使那个总误差最小的一个值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停止了 这是一个某其中一种情况 还有种情况 就是说预测的错误低于某一个预值了 你也好理解对吧 就是说我们要训练一个模型 那我们说你的错误力 我希望你能达到这个 就是说 比如说5%以下 那么每一次我们更新之后 我们都算一个当前错误率 那如果现在的错误率已经到了0.3了 就是3%了 这时候就可以停止了 对吧 好 第三就是说 我不care 我不管你前面两个数 那我只想循环n次 我就最多循环就是100次 就是来回算一次是吧 然后呢 我循环100次 我就不循环了 你算了 就是你学到什么程度 就算什么程度了 这也OK 就是说达到预设的一定循环次数 我也可以停止 好 这就是终止条件 所以我们就系统了解这个 我们现在就通过理论脑 来系统了解了这个 back propagation的算法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觉得 哎呀 这公式这么多 可能有点头疼 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呀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一步一步 我们一块来算一下 就是说一个简单的神经网络 我们来算一下 说这个你这个back propagation 到底是来来怎么算的 怎么work的是吧 好 我们来举个例子 这个很简单啊 我们来举一个 还记得这是几层的一个神经网络啊 有个同学是几层 对 有个同学刚才说三层是错了 我看有一个同学挺聪明的 他说两层 对 两层是对的 因为记得大家记得 就是我们这个input 就是输入层 它其实是不能不算在内的 所以我们有两层 好 两层 那就是我们第一层有三个单元 对吧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123 第二层有两个单元 45 第三层有一个单元叫做6 也就是输出层 我们只有一个heaven layer 一个隐藏层 好 这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干嘛 大家记得 我们要initialize这个weight 就是说每两层之间这个线 都有一个权重 这个权重呢 开始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了 我们是随机产生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 负一到一之间 随机的产生叶数 当作权重 好 所以我们把权重列到这 大家看到 就是我们假设随机产生的一些数 对吧 14什么意思的 就是说 从第一个单元到第四个单元之间 连接他们这个权重是多少 是吧 比如说我给它定的是0.2 随机产生0.2 然后第一个单元到第五个单元之间 它就15 那w15呢 等于负0.3 好 这就是一些 我们随机产生的这个权重 那么下面呢 我们XX2 X3的值怎么来付呢 就是根据我们训练的一个实例 对吧 一个一个来给它加进来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 比如说取一个实例 那它是一个三维的一个向量 那它值分别是比如101 所以我们把实例放进来 就是说X1等于1 对吧 X2等于0 然后X3等于1 好 这是我们就有了XX3的值 以及我们有了所有这些连线之间 所对应的这个weight 权重 以及我们有了这个θ是表示的是bias 就是偏向 那么对于这个456 这三个 因为这个input layer 就是说输入层它是没有偏向的 那么所有的其他点都有偏向 所以这个偏向也是开始我们随机产生的 所以偏向我们可以比如定在 -0.5到0.5之间 我们随机产生一些数字 好 那我们就如果这个4 它对应的偏向是-0.4 然后这个5 这个node 这个神经元 它对应的就偏向是0.2 然后6对应的神经元1 对吧 好 这是我们就该有的都有了 下一步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进行这个 先正着走 正往回走 来更新这些weight 更新这个weight和bias 好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干嘛 大家想一想 我们现在有X1 X2 X3的值了 有这个输入层的值了 我们要算下一层 下一层就是说 我们怎么来算 我们有两步对不对 我们说先算一个对应 就是乘以它的权重求和 再去 再去这个 给它apply 也就是说应用一个 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就是非线性的转化 好 那我们就对应求和呗 是吧 大家理解就是说 X1我们知道是1 是吧 所以我们先看 我们算假如说4的值 对吧 4的值怎么决定呢 就是说X1 等于多少 1 乘以w14 对吧 因为4是这三条线组成的嘛 这条 1424和34 所以X1乘以w14 对吧 X1是多少 是1 然后w14是多少呢 0.2 是吧 1乘以0.2 就是0.2 对不对 好 然后下一步 X2乘以w24 X2等于0 w24等于0.4 0.4乘以0还是0 是吧 下一步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就是说 X3乘以这个 它这个对应的weight 就是w34 那X3等于多少 等于1 是不是 w34等于多少 我们查一下 负0.5 所以1乘以负0.5 还是负0.5 加起来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 我别忘了 我们还要加上这个bias 就是说 它这个偏向 就是说这个4 它有个偏向 它对应的偏向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θ 负0.4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 对应的成绩求和 再加上偏向 算出来以后 等于负0.7 好 就算算下一层问题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负0.7 就是我们这 input layer 对应的 对应朝着4 算出来的这个输出 也就是4的输入 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4的值了 我们更新一遍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4的单元 它的值是负0.7 那好 别忘了 我还没完 有没有完 还没完 不好意思 我刚才说错了一步 是吧 就是说 我们还有一步 就是说 我们还要给它 apply一个 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就是我们算出来 这个负0.7 之后 我们还要 有一个方程来套进来 就是它是个非线性转化 转化过之后的值 才是这个4 这个节点的值 那个方程 大家还记得吧 是分子是1 1除以一个分母是1加上1的这个s次方 所以我们现在算出来这个负0.7 把它代替进去 就是说1除以括号 这个1加上自然数的0.7次方 然后算出来是0.332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一次转化 就是说单元格4 单元4所对应的值就是0.332 好 我们知道怎么算了 那以此类推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算这个5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1、2、3 要算出来第二层的5的值 那就是完全类似的方法 对不对 怎么算呢 好 我们可以想一下 就是说1 它的值还是1 对吧 乘一个1和5之间的这个权重 是多少呢 W15 W15是-0.3 所以1乘以-0.3 还-0.3 然后呢 2 0是吧 乘一个25 W25 W25是这个 是多少都不重要了是吧 反正是0乘以它 所以就是0对吧 所以下一步呢 这个 X3乘以W35 那么 X3是 它的值是1 然后这个W35的值呢 它是0.2 所以1乘以2还0.2 别忘了最后再加上这个BIAS 偏向 5对应的偏向 也就是说 C5它是0.2 加0.2 等于0.1 好 我们算出来第一步完成了 之后我们再apply同样的这个nonlineartransformation 得到最后的值是0.525 这就是5 这就是5这个 格尔对应的值 所以大家看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hidden layer隐藏这层隐藏层的所有的计算对吧 因为只有两个节点 那么下一步干嘛呢 我们就通过隐藏层作为输入来算最终的这个输出层它的值 那计算法一模一样是吧 就是说隐藏值 我们通过这两个值 对应乘以这个W 然后再加上BIAS 最后算出来 然后再apply这个nonlineartransformation算出来的值是0.474 所以它就是这个6 就是这个神经单元格6 它的值是0.474 好 我们看到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forward就是正向走更新这个神经网络的这个算 这个计算过程 那下一步是什么 就往回走是吧 往回走的目的是要更新这个这个weight和BIAS 好我们看怎么来算啊 我们再回忆一下刚才的公式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对待的比较好看 输出层 好 对我们现在要算 每一就是从输出层往回算 每一层它所对应的这个arrow 每一个单元格它都有一个误差 好 对于输出层的话 它误差公式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已经把输出层这个6 它的值算出来了是0.474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公式我们套进来 假如说我们 我们其实是知道这层它的真正的标记是多少的 这个训练集里面是有的 假如说它是1 那就说这个tj就是1 那我们算出来的值是多少呢 是0.474 所以就是1-0.474 前面就是1-0.474 再乘0.474 我们看一下 我们笔下这个计算的过程 好 所以我们要算这个arrow 也是误差 那么对于6呢 就是说0.474 乘以1-0.474 再乘以1-0.474 就套这个公式嘛 套这个输出层的公式 所以这是我们算出来的值是0.131 它就是输出层的值 的误差 的误差 好 然后同理呢 我们现在开始算隐藏层 就是说隐藏层有两个点 一个4一个5 它两的误差的公式稍有不同 我们看到啊 前面是一样的 也是当前这一层 它的值 算块的这个值 乘以1减去它 然后后面有一个核 这个核就是说前面这层的这个误差 乘以它们两间这个权重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来算 假如说我们现在要算这个 第五层的 第五层的值还是多少 大家记得吗 我们刚算出来 我们查一下啊 之前我们算的 第五层本身的值 对应的值是0.525 对不对 也就是这里的oj 那就是第一部分0.525 乘以1-0.525 是吧 后面这一部分呢 就是说跟它上面那一层有关系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啊 0.525乘以1-0.525 525乘以0.1311 0.1311就是上面这一层 也就是 这个第六个节点它的这个 这个误差 它的误差 再乘以什么呢 我们看再乘以权重 也就是说 我们要算的是第五层 对吧 和谁之间的权重呢 注意权重都是连接两个点之间 这个这个是线对应的值 那当然是五六之间了 我们根据六来算五 对不对 那就是五六之间权重是多少 我们查一下表 五六之间的权重是-0.2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乘一个-0.2 我们看到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0.0065 好 那同理呢 我们再看一下4 为了给大家熟悉 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过程 就是说这个4它怎么算 同理 好 我想同学们 大家可能已经掌握了 那好 我现在再重复一遍 这隐藏层 4也是隐藏层的 对吧 我们现在就剩这一个家伙要解决了 就是说5已经算出来了 算4 那4的这个arrow 就是它误差怎么算呢 还是同样的公式 4本身的值我们已经算出来 它是0.332 对不对 那0.332乘以1-0.332 再乘以什么呢 还是用4和6之间的关系来算 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 对吧 这个第四层 0.332乘以1-0.332 再乘一个0.131 0.131是什么 是第六层 我们算出来的arrow 第六层的误差 抱歉 不是第六层 是第六个节点的误差 然后再乘以他们两间的w weight是负0.3 好 算出来0.0087 这是我们就有456 这三个单元它的误差了 好 万里长针最后一步 所以呢 我们最后解决的就是说 我们要算出来这个weight和bias它的更新 那么我们利用什么来算 就用刚才算出来的误差来算 什么公式 这两个公式是吧 一个是我们要算出来这个权重的更新 一个要算出来偏向的更新 好 那我们来算一下 就是说 嗯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对于这个 4.6 这个权重 怎么来算 它的公式是这个 还记得l吗 学习率 就蜗牛爬的一步爬多远 那么学习率我们是手动来定的是吧 那我们假设定了0.9吧 让它爬快一点 0.9 好 然后呢 那前面就是它本身上层嘛 就是本身我们还是更新之前的这个 本身的这个wig 那是 它是0.3 我们之前初始 初始化设 给它设置值 就是说本来的这个weight全重 加上l learningweight 乘以一个arrow 什么arrow呢 0.1311 也就是之前第六层的arrow 我们算的是四六之间的关系 所以就是说上面那一层 0.1311 再乘以什么呢 乘以这个oi oi是多少 0.332 0.332就是说 当前我们要算的是四六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看一下0.332 就是我们之前算的第四层的值 就是说上面那一层 它的arrow 它的误差乘以当前这个点的值 这个意思是吧 然后乘以learning rate 再加上本身它原来原始的那个weight 它的权重 这样更新之后呢 等于-0.261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 对W46的一个计算 那么W56怎么计算呢 同理我们再熟悉一下这个例子 是吧 就是说W56 还记得这个是什么 第一部分 W56是什么 首先我们第一部分就是说 它原来的那个weight 我们要更新的我们就知道 它原来是多少 它原来W56是我们随机初始化的 它是-0.2 好 -0.2也就相当于这里的 这个WiJ 以前的这个权重 那现在要加上一个更新部分 要更新多少呢 加多少呢 好 要加上这个deltaWiJ deltaWiJ 这个方法还是这个learning weight 是吧 学习率L 学习率L始终不变 我们还是0.9现在 乘以0.1311 也就是说 第六层 因为算的是56 我们是 叫backpropagation 就是从上往下 从这个输出层往回算 所以就上一层 就是说第六层 它的这个误差是0.1311 我们刚才算出来了 刚算出来了 对吧 0.1311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再乘你当前的这个 这就是第五个node 第五个单元的值是0.525 乘之后 然后套用这个公式以后 算出来是负的0.138 好 相信通过这个例子呢 大家都看出来 就是说 我们根据这个方程呢 可以把所有的这个weight 都更新一遍是吧 所有的这个节点 都更新一遍 更新完之后呢 别忘了我们还有另外一类的量 需要更新 也就是说我们的bias 我们的这个偏向 偏向怎么更新呢 它的公式其实更加简单一些 就是说 我们直接用这个learning rate 这个学习比例乘以当前点的误差就完了 那么很简单是吧 我们看一个一个例子哈 θ6 什么意思呢 就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θ6 就是说 我们要更新这个输出点嘛 就是最上面这个点 对吧 我们回到这个new network 是吧 我们更新它 它本身初始化是多少 上一次我没更新之前的话 我们初始化是 随机初始是0.1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0.1 对吧 0.1 加上一个要更新的部分 要更新多少呢 learning weight 学习率是0.9 我们设好的 乘以它当前的值 就是我们之前算出来的这个 这个点的值嘛 就是0.1311 那我们套进去 就是0.1 加上learning weight 0.9乘以 当前的值 0.1311 我们算出来得到0.218 这就是它更新过之后的一个偏向 BIAS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是吧 θ5 0.2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上一轮 θ5 我们看一下 θ5 是0.2对吧 还没更新之前0.2 然后呢我们要加上更新的部分 更新的部分就是 learning weight 0.9乘以这个5这个点当前的这个值 那5的点当前的值多少呢 负0.0065 加上之后呢 我们看到 我们就算出来这个 等于负的 sorry 等于0.194 是吧 正的 然后对于这个θ4呢 同样的方法 所以同学们看到啊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就完全完成一轮的正向和反向更新 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了新一轮的这个偏向和这个 呃权重 也就是说bias和weights 那么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来回是吧 我们我们再看回答Network 我们根据一个实例 就 来一下 回一下 好 全部更新了一遍 那下一步跟班呢 再找一部分实例 来一下回一下 不是不断的更新W和Stata 那么我们把所有实例用完 或者说 我们达到任何一个终止条件 就是我们刚才所指的 这三个条件之一呢 我们就完成了训练这个 Neural Network 也就是说这个神经网络算法 我们使用的算法 就叫做backpropagation 好 相信通过这个具体的例子啊 同学们对这个backpropagation算法掌握了 那么训练完之后呢 那我们干嘛呢 用它当然是预测新的值了 那我们怎么预测呢 当然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把新的值套进来 带进来 然后根据我们算好的这个weight 就是权重 以及它的这个偏向theta 来算出来它的最终的这个预测值多少 所以根据训练好的这个neural network 神经网络 我们就可以预测新来的数据 它的类别属于哪一类 好 这是神经网络算法 最后再提一点就是说 我们神经网络算法 在90年代达到了一个瓶颈 就是说因为当时的计算量有限 因为我们看到神经网络算法的复杂度 是非常高的 对于每一轮的话 我们要进行这么多运算 所以当时在90年代 它表现并不是很好 就是因为一旦这个神经网络 它的层数多于三层的话 它学习时间非常长 而且效果就不好 再一个就是那时候我们的 可用的数据非常少 因为互联网还不是很普及 所以我们有这个labeled data 就是有标记好的这个数据量 并不是很大 那么随着这1516年到快到20年的这个进展 就是说我们有两方面的发展 一方面我们的computing power 就算能力越来越强 包括现在大家都使用这个GPU做来computing 然后呢 从2012年开始 就由这个著名学者Hinton 他的一篇paper 来做这个物体识别 他用的就是以神经网络算法为原型 他加深了这个神经网络算法的深度 也就是加了好几层隐藏层 所以一下取得重大突破 他的这个论文发表这个 发表在这个Science 这个自然的杂志上 然后一下突破了所有传统算法 比如SVM之类的算法 所以呢 从此之后呢 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New Network 它有一个新的名字 就是说因为我们把它的layer 就是它层数增加以后呢 算法非常好 打开了所有传统算法 它的performance 也就是它的准确率 所以呢 最近四五年 几乎这个 机器学习的所有的学者 他们都把这个deep learning 也就是深度学习 当做了一个重点研究方向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就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它的原型 就是New Network是怎么工作的 其实现在的deep learning 它的结构只是多几层而已 那么所有的算法呢 基本的核心都没有变化 仍然是使用backpropagation的算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 这一节课 就跟大家介绍在这里 我们学习的这个 neural network 以及backpropagation的算法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将结合python 这个编程语言 给大家看一些实例 就是说通过这个sklearn 里面的一些酷 一些 来如何调用这个酷 来使用这个neural network 和backpropagation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然后呢 后面两节课 我们将给大家深入的 再讲一些别的例子 关于这个neural network 好 这节课就在这里